今天我做了全家人都喜欢吃的早餐水煎包 底部是酥脆的 上面是松软的 吃起来越嚼越香 准备400克普通面粉 加入3克益生菌的酵母粉 这个酵母粉佛性高 画面快 用220毫升的常温水来画面 搅成面絮状后 再下手揉成面团 像这样光滑的面团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 醒发原来的两倍大 下面准备馅料 肉馅中放入盐 13香 鸡精 生抽 蚝油 葱花 姜末 再淋点食用油 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食材都吸收到肉馅中 看上去有粘稠状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把洗好的韭菜 给它切成碎一点的小段 放入肉馅里 再淋点小抹香油 搅拌均匀 锁住韭菜的切口 在调馅时就不会腌出水分了 然后给肉馅搅拌均匀就行了 馅料就调好了 我们看一下划好的面团 里面都是红窝状 放在面垫上 多揉一会儿 拍拍里面的空气 搓成长条后 切成大小均匀的面积 和我们平常做蒸脚的面积 大小差不多就行 再擀成中间后 边缘薄的面皮 放入调好的馅料 先对折起来 再把边缘给它捏盐式 一个包子生胚就做好了 都包好以后 用保鲜膜盖住 再醒花五分钟 下面来调个面混水 300克清水 加入一勺面粉 淋点食用油 充分的搅拌均匀就行了 电饼称提前预热好 刷上油 换入醒好的生胚 用中火先煎上一会儿 底部煎成金黄色 再淋入搅好的面混水 没过包子的三分之一处即可 然后盖上盖子 把水分收干 将包子给它焖熟 约用了八分钟左右 水分也收完了 打开盖子看一下 每个小煎包都胖嘟嘟的 底部也是金黄酥脆的 还带有冰花呢 吃起来很酥脆 这样美味的水煎包就做好了 里面的馅料鲜嫩美味 吃起来既松软 有焦香 可好吃了 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试做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